珠峰嘛不是说每年在上面有很多人就浑流顶峰了吗 那个遗骸被冻在那个冰上面 那个是很多人 网络上有个帖子特别火 很多人转发掉了珠峰上的路标 这个帖子呢就使用了蒙太奇手法 把不同时期的不同人拍的照片拼到了一个文章里 让你感觉就是你同时在山上看到了这么多人 所有的观众都没有注意一个细节 你但凡用一点点心理去看那个所谓的绿靴子那张照片 那个照片的画质明显是胶片机 至少40年打底 再看它如果专业一点你看它的装备 它用的是硬外壳的高山靴 那都是80年代70年代使用的装备 你现在再回忆一下那张照片 你会发现很多照片都是用很古老的时期的照片 放到一个文章里让你觉得它们同时存在于山上 实际上珠峰顶上的遗体啊都会进行一个处理的 无论是他的家人出钱还是国家都会把这些遗体运送下来 要不然在山顶的话几百个尸体那你不得一步踩一个啊 实际上你们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有看到吗 只能看到刚死没凉透的 刚死没凉透的 这种是常见的 那还是我文章 因为每年其实都有 有十几二十个遇难的嘛 你都会遇到 但是那些很古老的绿靴子啊 还有睡美人呢 你去看看那些照片认真就去看一眼 那个睡美人的我记得 这个都是龙太奇说吧 把不同的时机拼接到一个时空让你觉得它们同时存在于山上 你会觉得我要不要上山上去看看睡美人长啥样 几十年前就搬走了 很多人都问你登珠峰这么危险 为什么要花几十万块钱去 受这个苦冒这个险 而且是生命的危险 其实登珠峰这种事情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是对于个人啊 对于个人的意义呢 就不要追寻那么多 只是因为我想做 我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花点钱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需要那么深刻 它对我带来多大的价值 多深刻的意义 就是内心的热爱 对我就喜欢 我就想做 就像有些人愿意打牌 有些人愿意打游戏 有些人愿意潜水 这都是一种旅行 一种娱乐 一种爱好 我只是这种爱好 稍微有点激烈而已 可以说有点疯狂 我热爱登山而已 因为我热爱登山的过程 热爱登山的每一个细节 这就是对我们个人的简单的一个意义 然后其实更重要的 你可以理解登山 民间登山 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 也像有社会价值 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是吗 但是很多人都会认为 如果你不是科考团队的话 你上去只是破坏这个环境 增加了一些垃圾什么之类的 很简单 第一种叫国家行为 就像屈英华王富州 是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占领到 朱姆拉玛峰上 是宣誓主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但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在2000年之后 国际上韩国 日本 甚至说是伊朗 中东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民间都去攀登了朱峰 但是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参与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去攀登了朱峰呢 其实民间攀登朱峰呢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 国力的发展 当一个国家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它不会有精力去分享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谓的情怀 所谓的爱好 所谓的民间的登山运动 它只想吃饭 吃饱 所以当中国发展到 一定物质阶段的时候 中国的企业家 开始去从事这种 民间登山了 所以从2000年之后 陆陆续续才有中国人 从王石开始 进行高海拔的攀登 它是代表了中国人 进入了这种小康生活的阶段 到2016年之后 就是我第一次攀登朱峰 中国民间登朱峰 进入国际舞台 算是正式开始 到今年2023年 一下子去了97个中国人 攀登朱峰 是世界第二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中国 以前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 没有身影 因为你穷啊 饭都吃不饱 你怎么可能去登朱峰 花几十万呢 所以说民间登朱峰 也是在侧面的去展示 一个国家的精神层面的 一个追求 物质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你才会去追求 这个精神层面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家主权 去英华王 附着他们的行为 第二阶段是王石 带领了一批企业家 当然我们算是属于这个企业家里边 这个混水摸鱼的 然后还有第三阶段 当完成攀登朱峰这一件事情之后 它只是一个基础的探险 它并不是代表着一种极致的探险精神 第三阶段呢 就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这个 不只是为了去珠峰顶上打个卡 说我做到了 而是追求人类的一种极限 比如说今年有一个人叫木子 中国人 从珠峰顶上跳下来了 被划击扇 对 它已经不只是满足于我去了珠峰 而是要追求一种极限 这种极限是代表着人类 它是代表着亚洲第一个 从珠峰顶上飞下来的中国人 这个是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下一个精神层面的追求 是真正的叫探险精神 探索 探险精神 探索精神 这种精神对一个国家很重要 它是一种脊梁式的精神 它能撑起一个民族的灵魂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所有事情都得用钱来衡量 我做这件事情能够带来多少价值 它就太贫瘠了 精神就太贫瘠了 中国终于进入到了这种 探险家的一个层面 终于有人不是为了 简单的我做了一件事情 而是说我在突破一个极限 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第三阶段 我就说了 第一阶段是这个国家主权 第二阶段是这个 国家的一个社会物质发展基础 第三阶段就是真正的追求精神 所以说今年已经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了 除了一个盲人 中国的盲人 也是登顶的珠峰 然后加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跳下来的这个 滑翔伞 然后还有这个 不使用氧气 登顶珠峰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国家来说很有意义的 他们在追寻的东西 已经不只是用钱来衡量 这个是社会意义 我有一个一辈子的时间 帮你再经历一下 开心快乐幸福 你先嫁给我吧 我 我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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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